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群朋友在里面 然后他看到我就 就有一只叫我出来 好像跟他一起吃饭 那一个时候2017年3月份 过后他就在怎样的情况下 送你那个钻石戒指 然后他就 就好像跟我告白他喜欢我这些东西 他这个戒指是他在他家里送给我的 就是我跟他两个人单独 他把这个戒指带在我手 他说这个戒指就证明我跟他在一起 然后过后我也是觉得他这样对我 我就接受他的意见 现在报案的是他妹妹还是他 本身是他去报案先的 他就讲这个戒指是在他的厕所 他家里的厕所里面不见掉 是我把他带走的 几时他报案 他讲这个戒指是2017年12月份 可是他已经给我的这个戒指 是他的那个地方 那个店去举报 就是讲 我有女孩子要来卖这个戒指 然后就去跟他妹妹讲 然后他就讲 现在是我把他的妹妹的戒指偷走 他几时报案呢 他几时去报案说这个 8月12号 你是8月3号去 对 他8月12号才报案 对 是他妹妹妹的戒指是他本身 他本身 OK 那么 Miss You都有这个证据 可以给你们看 这个证据啊 这个证据啊 就是他送给他的 这个全部有证据啊 就说那个 在那个那个电话里面全部有证据 有证据 是他送给他的 OK OK 那么 他报了案的时候 警方就来 来我家 OK 现在发生什么 警方要怎么做 OK 现在警方就讲 因为警方去家里找你抓你 对 他去我家里抓我 他就去调查 就抓我去警察局 然后我就给他们看我的 我的这个证据 然后我给他们看了这个证据 他们就就放我 放我的时候 他就讲我的 report 就是380嘛 380是case to read 可是他多两天 他就告诉我警方就讲 你的case不是case to read 我们好像是怀疑你 是case 411 他讲411是mameleki harter oran 可是我都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这么警方会这样 411是stolen stolen retain of stolen property OK 那么阿卡就要逮捕你 过后他要请 要叫你什么 他叫你请网友吗 对 那个警方呢 他本身就叫我去那边见他 去他们的那个officer那边见他 然后我去见他 这个是普通的 sergeant罢了 然后过后呢 他就有建议给我 他就讲 现在你的这个case 411是要上法庭 5 court的 然后我就觉得 这么我的report本来没有这个380 这么会敢去411 突然间这样子改 然后过后他就讲 我建议你 我介绍他自己本身的律师给我 他叫我去跟这个律师谈谈 我的court case要怎样去走 然后最近他就一直不断两天两天里面就一直打电话来问我 你只是要上court 只是上court他也没有给我什么通知也没有 他只用恐攻这样子打电话来告诉我 你只是要上 你只是可以